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看一块疑似被当地售后爆了装备的硬盘 机主当时在网上联系我说是电脑待机以后就不开机了 然后询问我这个恢复资料的价格要多少 我说几百到几千都有可能 具体我要看到硬盘的图片才能报价 因为他不会拆机,这一个硬盘当时也没有拆下来 就直接询问我人在哪里 我自己是在广州的,广东广州 随后他又跟我讲,因为这里面的资料要的比较急 这个距离比较远 所以先打算到线下的售后看一眼 过了几天,售后跟他说电脑是修好了 但是这一个硬盘坏了 建议对方是更换硬盘 如果需要恢复里面的资料 那么价格会在五位数左右包恢复 这下的机主赶紧跑路了 能跑到哪里,就跑到我这个接盘狭手上 这块硬盘我刚拿到手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 我们把上面的贴纸撕开看一下 这上面只能用一个惨不忍睹来形容 硬盘上面这两个颗粒 电源芯片 以及这个主控 还有主控下方的 这四组信号偶尔电容 全部都被爆装备了 他找的这个售后正不正规我不知道 但是正规的售后 如果你的机器在保修期内出了问题 他们一般都是给你换整块主板或者某个部件的 回到正题 这种盘上架是怎么赶包恢复的吗 我还是有点好奇的 看到这种情况 不说他半只脚踏进棺材了 而是就才往盖子上面钉钉子了 但也不可否认 万一对方的技术确实比我好 能让他起死回生也说不准 也就只有我这种菜机 整天给别人报50%的概率去碰碰运气了 对方这么一听再对比一下就感觉不一样 如果他这个盘是一对一的定制版 每一块盘都有独一无二 纯手工打造留下来的焊油 我也信了 但是这种电容都没有的 之前是怎么正常工作的 我就实在想不通了 想不通那就不要想了 这些可能就是厂家的商业秘密 被我猜到的话 我就能变成厂家了 咱们先通电看一下吧 目前电流还是可以跑上来的 我们来量一下周围 电感的输出是零幅 再看一下颗粒这边 颗粒的VCC还有VCCQ的核心供电都是零的 我摸了一下 这个主控非常的烫啊 这个主控绝对是挂了 我们先给他换一个主控上去 另外他这两组电容也给他顺便补上 读取资料只需要补前面这两组电容就可以了 先给他补一下接口上面的信号偶合电容 咱们直接从料把上面拆四个下来 再来一遍 电容补完我们再给它换一下主控 它原来的这一个主控是AB后缀的 我手上只找到AC后缀的主控 之前我实验过 AC可以直接兼容AB不需要重新刷固件 但是AD却不能直接兼容AC还有AB 现在我们来给它上电检测一下 看这一个电流 它的主控应该是工作了 不过我最担心的还是这两个颗粒 它到底是不是正常的 电容还有这一个主控装完以后 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上机直接识别出来了 分区没有任何问题 我觉得它这一块硬盘 之前本来就是没有问题的 这一次的硬盘从整体上来说 它是幸运的 资料我也发给当事人确认了 并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我之前也遇到过 就在最近一次 应该是上一个月二十几号的时候 送过来的硬盘跟恢复出来的资料 并不是盘阻它自己的这一种情况 因此我给大家的建议是 如果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况 而且上架都报好价格了 并告知盘主有把握恢复 或者恢复成功率非常高 价格也不是太离谱的这种情况下 个人能接受的话 还是建议咬咬牙去接受吧 不要问为什么 问就是为了给你省钱 估计咬咬牙去接受的了 dlyagen主要是